近日,小S的二女儿许韶恩在重庆的广告牌 以市民强烈反对而被连夜撤下事件 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这起事件不仅让许韶恩本人陷入舆论漩涡 也连带亲母小S以及整个家庭成为访论的热点 7月15日,某知名服装品牌正式宣布 小S的二女儿许韶恩成为其心愿品牌挚友 品牌方对这次合作其美貌高度重视 不久后,许韶恩的形象便赫然出现在重庆市中心的大型广告牌上 然而,这一举措并未如玉其般获得公众的好评 反而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道 许韶恩作为时尚界的星星 其形象在广告牌上格外也能注目 然而,他此前曾因一句《我的母语》是英语的不当言论 激怒了众多网友 这句话不仅暴露了他对于自身文化身份的模糊认知 也触碰了公众对于国家认同感的敏感神经 因此,当他的广告牌出现在重庆街头时 毕竟引发了市民的强烈不满 连对市民的强烈反对 不少网友通过电话举报和私信控诉的方式表达不满 甚至直言禁止以英语文无语的人来内地谋取利益 随着疑问压力的不断增大 该品牌终于在7月23日正式回应 宣布终止与许韶恩的合作 并没有阅触下了所有相关广告 这一举动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此次事件,无疑对小S及其家庭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作为公众人物,小S及其女儿们的言行举举一直被受关注 许韶恩的不当言论不仅损害了她的个人形象 也连带影响了小S乃至整个家庭的公众形象 在娱乐圈这个名秘场中 你一旦失去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其后续发展将面临巨大挑战 小S作为台湾知名主持人 在两岸三地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然而近年来,她及其家庭成员的言行 频频引发争议 让不少粉丝和观众感到失望 此次广告牌事件更是将这一矛盾推向了高潮 公众普遍认为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文化正统感 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传播不当言论和行为 事件发生后 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自己的看法 有人认为 许少恩的不当言论 是对国家正同感的泄斗 应该受到谴责 也有人表示 理解她的年轻和无知 但希望她能够深刻反思 并改正错误 此外 还有不少网友 对品牌方的迅速反应表示赞赏 认为他们及时止损的做法 值得肯定 小S二米儿 重庆广告牌事件 虽然在时告一段落 但其引发的社会讨论和反思 却仍未结束 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明星及其家庭成员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文化正同感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积极正面的明星行像 出现在公众事业中 为社会传递正蒙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